好 这一节我们关心围棋三周的这一场 美飞的肩并肩军演 4月22号正式开幕 那么我们看到美飞两国这一次 动员人数非常的多 围棋三周一共是达到了16000多名的军人 这个兵力规模已经是超越历届了 另外呢我们来看到还包括了 有澳洲的国防军 还有法国的海军一起参与在这当中 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兵力规模超越之外 今年演习地点主要就是集中在 包括了菲律宾的北部西部 还有靠近台海跟南海的地方 美飞的特种部队还将会在临近台湾 我们画面上您看到这边的巴丹群岛 来举行夺岛的演习 我们要来看一下包括了美中飞 还有菲律宾获得了今天要来讨论的 就是这个鳄龟的印度制武器 在这边的一个最新的角力状况 好 我们先来看到这场演习 说是动员了最多的一次人数 16000多名军力 华盛顿用这样的规模就能够来对北京产生威哲力吗 大使如何看 我觉得就是说这只是一个演习 而且演习的话基本上我想大概实力的话 真正以装备军事实力 当然还是以美军的实力最强 那美国跟这些国家都有它的协方条约 一些跟菲律宾 所以它举行军演是正常的 规模大是因为可能看这个情势 它把它做得大一点 那澳洲你要看它的澳洲军队跟法国军队 它并不是主力 它只是这种形式上的参与 所以当然基本上还是美飞 不过我觉得比较这个敏感的时候 你的地点来选择 那你巴丹群岛那个地方 离南海这个争议岛屿 事实上是比较远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它要这个 这个 怎么讲呢 要有所指的话 那你就放到比较靠近争议岛屿 你就靠近黄岩岛 你去仁爱礁去演习 我们看到菲律宾跟美国最近几次演习 它这个选择地点上 都距离争议岛屿比较远 巴丹是菲律宾的领土 它没有什么领土争议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演习 那我也不认为这个演习 它能够在短时间 或者说日本送给菲律宾 一些这个暗机的雷达 这个印度给了这个菲律宾一些飞弹 就可以立刻让菲律宾的军队 可以脱胎换国 可以单独可以中国大陆的这个 在这个区域里面的军事部署 产生抗衡能力 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是展现 就是说美国对菲律宾的支持 可是支持又如何呢 支持的话那你今天 你说实话 真正菲律宾跟中国大陆 在短兵相接的地方 都没有看到美国的影子 你都要打起来 比如说在这个仁爱礁部阱 你看到美国军舰 对不对你在这个黄岩岛的这个 这个对视的时候 你看到美国吗 美国都躲得比较远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 这个是美国想要 做出一些威慑式的一些作为 可是那个架构 我认为原来都存在 就是说美国跟菲律宾也好 跟这个好 跟澳洲也好 它这个协防条约都存在 那也不是新的一个 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新的军事联盟 是旧的军事联盟 旗下做的这个军事演习 那我觉得就是说 真正到了比较危机的时候 那还是看就是说 真正发生冲突的时候 美国会怎么做 嘴巴讲没有用 军事演习也没用 对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还要看菲律宾自己 是不是相信 它如果跟中国大陆 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 那美军会直接冒着跟解放军 直接冲突 上升到这个不可收拾状态的 这样子的一个 一种资源 还是美国呢 他这个说 这是达到启动 美非共同防御条约的 已经条件了 启动到真是军事行动 其实中间还有好多个步骤 到一个什么步骤而已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海上的争执 领土争执 基本上还是看实力 那如果说当事国 主要当事国菲律宾 本身的实力还是差距太远的话 我不认为它会有很多 突破性的作为 好 所以这场演习 看起来还是比较威责性为主 我们来看到 这一次我们再把台湾的角色 如果也放进去的话 刚刚提到了大使说 这个巴丹群岛 本来就是菲律宾的马 没有什么争议 所以在这边来举行一个演习 我们也看到说 这个巴丹群岛的位置 它刚刚特别提到 在台湾还有菲律宾 吕颂岛之间 距离台湾非常近 不到200公里 画面上看到 它主要控制的海峡 包括旅宋 还有巴士海峡的进出枢纽 美军进来 我们可以看到 在巴丹群岛的动作 也非常的多 说到在这边建港口 还要在这边进行夺岛等等 我们现在来看到说 未来如果真的台海发生事情 巴丹群岛这个地方会很重点 它会是一个美非 圆台的重要据点吗 能够发挥多大的一个战略价值 马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巴丹群岛 这个位置非常特别 它大概离我们恒春 跟菲律宾的旅宋 大概各200公里 就是大概是一个中间的位置 它这个岛是一个群岛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来讲 它一手难攻 就是它的这个群岛群很分散 相互之间有些水弯 在这里面很容易做军事部署 其实去年的4月 就是肩并肩的时候 美军已经有在这个岛上 来布置一些 就是它的当时 包含这个鱼叉飞弹 还有海马斯这些火箭 它已经部署上去 还有垂直升降的运输机 那其实美国目前在规划 是把这边的这个机场 加长到3000米 就可以让它比较大型的运输机 可以降落 那也在这个俊升它的港口 就是让未来一旦可以用的话 目前说是民用 但是暂时的话 我相信它是可以转商用 转成军用 那也就是说这个点 因为现在碰到一个问题 美台虽然是准同盟的关系 但是问题是美军没有办法 直接部署在台湾 好像高雄港或花莲港 这些它的军队上来会有问题 但是它选一个相对离台湾 比较近的位置 去部署它的这个海军 或空军的打击实力的话 我觉得对于这个 尤其现在中国这个主要的 进出口就是巴塞海峡 是其中一个 那我相信这个 就是这个位置上面 它会占了一个绝佳的战略位置 而美军应该不是今年才想到 他们在去年以前就已经部署了 好 谢谢老师 我们来看到持续是这个菲律宾 现在在军事上面的部署 我们刚刚提到的画面上 您看到这个菲律宾向印度 采购的另外一个东西 叫做布拉莫斯 这个是超音速的巡异飞弹 总价值达到了3.75亿美元 第一批现在是说已经完成交付了 那这个飞弹是由印度 还有俄罗斯来共同开发的 然后它说是以俄罗斯的P-800的 高马脑飞弹为基础 我们带官朋友稍微了解一下细节 它的射程是落在300到500公里 那弹头采用的是鼻锥进气设计 雷达是反射截面较低 有一定的隐形的一个能力 还可以全程来进行是比较低的 这个巡异飞行 来请教将军 这个飞弹它的一些功能 具有哪些特色跟美国制的战斧巡异飞弹相比 您如何看 这个是布拉莫斯飞弹 是俄罗斯跟印度共同开发 由印度来制造 它几个特色 第一个它是超音速的反舰飞弹 它可以到达最大的到2.8倍音速 到3倍音速之间 然后它的就是它有两节火箭 所以事情就比较远 两节它第一节火箭把它加速到超音速的时候 第一节火箭脱落 靠第二节火箭一路加速 从超音速一倍音速一直到达2.8倍音速 大概这样 但是这支印度卖给菲律宾的 那这个是射程只有280公里 它讲300到500公里 那是最大的射程 一般来讲就到280公里了 就是这样 那有点类似美国的鱼叉反舰飞弹 美国鱼叉也是300公里 但是差不多就是这样 但是问题是 菲律宾拿到了波拉莫斯飞弹 它可以开始研究 因为这是俄罗斯跟印度共同开发 这俄罗斯的飞弹是什么样子 就可以知道了 因为这俄罗斯有提供技术给印度 那这样的话 美国就可以从这个地方获得俄罗斯的技术 就从这个方面间接获得 打开敌情吗 就类似这样子 它总共花了这个3.75亿 总共买了三套 三个连 部署三个连 一个连是80枚 作战弹跟备弹 总共80枚 换句话说240枚 是这样的 反正可以部署在三个地方 这样的话 但是问题是 它这只有三个连 那对中国道路来看的话 那当然对菲律宾来看 聊胜与伍 有 但是问题 你的数量有限 你就三个连而已 而且现在的 马上就可以做摧毁了 你三个连 又不是说三个营 你三个连才一个营而已 换句话说 就是一个数量 还是单薄的一些 但是问题是 它有这个反舰飞弹 而且它是超音速 它的弹头大概就是 我们讲到的 大概就是300公斤 那这个对一个军舰来看 300公斤 就是600磅的这个炸弹 对一个军舰会造成 相当大的破坏力 而且我们知道 为什么那个超音速 一般来讲的飞弹 它气流是旁边过去的 但它不是 它是直接进来冲压 可以把空气引进来 增加它的燃烧 它是火箭发动机 但是它这个 空气的阻力减少了 换句话说 它那个超音速 因为我们知道超音速在低空 越低空超音速越难 为什么 空气密度太高 越高空越容易超音速 为什么 空气稀薄 当然很容易超音速 因为它是反舰一定要超音速 略海飞行 刚开始到最后面的10公尺 然后下降到3到4公尺 命中目标 这样的话 因为地球取渡的关系 能够发到 发现布拉斯莫飞弹的时候 已经到最后了 因为地球取渡的关系 我只能看到你的时候 我会怕我来不及了 因为你太低了 略海飞行 是这样 所以布拉斯莫是速度快 弹头大 300公斤的弹头 然后另外一个 它的巡航 最后巡航的高路低 大概就3到4公尺 而且按照印度有测试的标准 它的圆周弹道误差 只有一公尺 或者说命中这边 那就一公尺的便宜 或者说一个军舰 一个军舰 大巡舰动辄100公尺的 这种长度 军舰的长度 一公尺 那算是 达任何地方都算命中 布拉斯莫是有这个特色 经过验证的 那争议在战场上实在用 那还没有经过战场上验证 这只是作战测评验证 没有真正的实战验证 实战验证到底状况怎么样 没有 因为菲律宾 是印度布拉莫是非常 第一个出口国 是这个样子 但我觉得菲律宾 他这样子来做的话 他这样子 他应该跟美国跟菲律宾 经常有这个雷霆对抗 还有肩兵兼的演绎等等 他应该买美军的系统才对 他又买这个印度的系统 那跟美军的系统 有时候不搭嘎 有时候在后勤补给 保修这一方面 会造成困难 因为有的测台是美军的测台 这是印度的测台 因为两个不相通不相容 如果是美军的 大概可以 有80%是相容 那你现在买的是印度的布拉莫斯 是完全不相容 所有的测台 还有它的维修的装备 是两套 那对菲律宾的国防预算 已经非常少 菲律宾的国防预算 每一年才40多亿美元 那这样不够会坐金见轴 菲律宾又不是个 经济发展非常好的一个国家 对他来讲 我认为他选择这一个 聊胜一无 沉沉打交交朋友 这倒是有这方面的政治遗憾 好 除了在菲律宾军事上面的部署 我们看到政治上 他现在是不是越来越 态度上可以偏向 完全的偏向美国吗 为什么会这么说 我们来看到在政治上面 有一些新的动作吗 第十九届的西太平洋的海军论坛 这一次是由中国大陆来担任主办国 那举办的地点 画面上我们看到 就是在中国大陆的青岛这边 这场论坛上面 比较奇特的是 美国的太平洋舰队的司令 科勒他出席了 但是菲律宾他也是成员国 今年却没有派代表来参加这个论坛 那大家就会说那去哪里了 那我们就看到中国的海军研究院 这个大校 他叫做梁维 他只说不清楚菲律宾 他为什么没有来参加的具体原因 他们并不知道 我们来看到这一场这个论坛 美军都来了 菲律宾为什么不来 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论坛它每年会就是 至少上一届它是在横兵举行 所以这个可能争议性就没有这么大 它看起来就是29国的海军的一个 有点像联谊活动 那美中的关系 美中今年因为他们这个军事交流 沟通已经开始恢复 所以有美方的军事人参加 我觉得这也不奇怪 那菲律宾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政治问题 因为今年的这个论坛之前 有个工作小组会议 是在南京先召开 当时的菲律宾的代表是有参加的 那也就是说预期上面 菲律宾原本应该想要来参加这个论坛 可是接着在3月初跟3月下旬的时候 这个中非之间的这个海上的对峙非常严重 包含菲律宾的海巡船 在3月26号的时候 被这个中国大陆的海警船 跟海上民兵给包围 对峙了9个小时 我相信这些历历在目 也就是说最近中非在南海 这些岛屿上的争议是越演越烈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 对于这个小马克思来讲 他好像没有政治上的理由 去对于这样子一个军事 海上军事交流活动 就是拜拜性质 特别跑去中国大陆 所以在这一次我认为 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考量 就是他需要摆一个态势说 其实我跟你关系是有点问题的 那中方的这个军事专家 其实也提出来 这一次就是非方想要表表态 白白之态 那我觉得这是合理的 就是说以现在菲律宾不参加 这一切是可以想象 是 好 小马克思就是表个态 对于中国表达不满 表个态度而已 大使您用怎么看 我们可不可以间短来看这一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说他去了 大概也没有办法引起注意吧 因为这个是有29个国家 是 而且都是大咖 中国大陆是这个 这个军委会副主委张又霞 亲自去致辞 海军总司令全程参加 美国是太平洋舰队司令去参加 俄罗斯是海军部长去参加 各国都是非常高层的 这是一个多边的一个国际舞台 菲律宾当然想去搞南海 搞中国军事威胁 可是我想他大概预先有试过 大概都没有人理他 而且又是主办主要是中国大陆 他得不到任何目的 所以他去了也是没去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美国去的话 基本上如果在这个南海问题上 也不吭气的话 那美国也很尴尬 所以既然不讨论南海 也不讨论任何美中 就是说菲律宾跟中国之间的 这些领土的争执的话 那我想美国也会跟菲律宾讲 说你不要来了 你来的话你要提南海 你让我的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 怎么表态 那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这个会议的层级比较高 不太处理这种双边东西的 那主要是处理什么 这一次我想有两个重要的 这个讨论的议题 第一个就是说 在海上飞计划的相遇 就是军事舰艇 飞计划相遇的时候 他们就是想要谈 就是说这个无人机的问题 因为现在很多军事舰艇上 都是无人机 那无人机在空中也会 就是unplan 就是没有飞预期的相遇 那通常他们要有一个互动的准则 想要大家商讨一个互动准则 这有正式要办的 不是给人家做秀的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现在的各国 尤其大国 现在有很多无人艇 那这个无人艇 在公海上的这个非计划的 这种相遇的时候 都有一个互动准则 是你靠右走 还是我靠右走 然后你要做什么样的动作 表示是呼害的 这些都是国际上非常关切的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的 这个是这个 西太平洋海军会议 第十九届在青岛举行 有人轮到中国大陆来主办 我觉得讲了那么多 基本上菲律宾是避免尴尬 为什么 去了以后你去谈南海 美国也不吭气 日本也不敢讲话 澳洲也不讲话 那搞不好俄罗斯还逊尼顿 那他去干嘛 所以他就根本不去了 去了也没有达不到目的 反而如果说他要想要讲自己话 没有人声援 对他来讲 尴尬 很尴尬 而且是对他是一个负分 没有得分而负分 是 谢谢大使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地人政治 内政之间 战略价值 产权崛起 小说生存 现在与未来 共心事件走向 掌握世界脉动 全球观点 尽在环球大前线